文旦柚皮上布满了细小的绒毛 让大家很好奇 这些细毛对于品质会不会有影响 农民林成雄表示 于田里的管理技术稳定 加上草参栽培湿度温度都很稳定 而文旦柚皮上的细毛为天然产出 不会影响果肉品质 除了众所周知的水蜜桃表皮有许多绒毛之外 如是香荷钢文丹柚园里 每颗文丹柚外皮也有长除细毛来 民众各个吃惊也很好奇 频频向农民求解 毛茸茸的柚子 它所谓会让你感觉它有一层果毛 表示说这一块园区它展现出来的 不管在前度口感氛围 是非常的平衡 肉眼细桥隐约可见 一层白色包裹着文丹柚外皮 在用手触摸 发现外皮果真布满了细小的绒毛 大家也好奇文丹柚皮怎么会长毛了 而这一些细毛会不会影响文丹柚的品质 农民林成雄表示 可能因为天间管理的不同而自然产出 其实整个文丹柚它在 有一个果毛的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果盐 它生产出来的文丹柚 因为它是呈现在一个很平稳 不论在食味感 不论在整个水气 整个水分的充足感 甜度的展现 它都是在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 当然自然在你的果树的果皮上 就会伸出了一层我们所谓的绒毛 就果毛出来这样子 主要这种文丹你摸起来有果毛 我相信这一块的文丹你的文丹 它的品质是已经在一个很稳定的水准 花改敞货之后表示文丹柚外皮上的细毛 就像水蜜桃外皮绒毛 或者葡萄外皮的白色果粉一样 都是作物果实自然的产物 而对于果肉品质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也请消费者多多选购 支持绿石箱在地优质的文丹柚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